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Hello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正能量这个词不是随随便便翻译一下就能够表示你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的 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而肖战就是这样证明了自己,扛下了所有的伤,他还是在成长 出生于91年的他,到现在也还只是一个快要奔三的大男孩 从16年开始,他便踏入到了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圈子 从刚开始的设计师到现在的万众瞩目的艺人偶像 他经历了许多,也扛下了许多伤痛 他的第一档综艺节目是燃烧吧少年 他在这档综艺节目里面很好地展现了自己 也表现了自己对于团队的关心 最后他得到了导师们的肯定,顺利出道了 接着就是他的影视剧陆续上线 加起来的点击量和播放量也是惊人的 这都是他努力的表现 后来却因为人气太过于高 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和否定 给肖战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但是现在他都走了过来 把这些伤痛藏在了心里 当成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他做的那些公益全都是正能量的体现 不过肖身密集了四个月的他 没有做出什么报复社会 欺骗他人的事情 反而以爱来感化这个冷酷的世界 带着公益回归的他 又是吸引了一波真爱粉丝 他也对部分的粉丝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反省 还放出了道歉视频 已经是很让人感动的事情了 他也表明了自己和粉丝更像是朋友的关系 而不是我管理你你管理我的关系 说这个事和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他还是做好了偶像的榜样作用 接下来就是他一次又一次 无私的公益活动 圈里的很多前辈们也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也有我们这些普通人的长辈们 也记住了他的名字 再不说我们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喜欢的人 他也是一个普通人 只不过说他比普通人多了一份责任 支持这样的偶像 以他为榜样 但是像他一样能够扛下这么久的伤痛的艺人 偶像又有几个呢 他们都以特别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痕迹 说实在的 这样的真的是很可惜的 但是也不能够对他们用上一些感同身受这个词吧 毕竟经历的这些呢不是我们 可是肖战却没有让我们失望 关于他的那些悲痛的记忆 我们记在心里 他也记在了心里 他做的所有的功力 足以证明他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是越来越重了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把他作为榜样和前进的目标 毕竟没有几个艺人是可以像他这样 能够这么努力的 无私的 对于这个社会做出这么多的贡献 肖战自2月底以来 已经很少能够在网上看到他的身影了 由于那些黑子极力的去抵制肖战的活动 一旦听到肖战有参与的活动 黑子就必定会有所行动 肖战为了不给品牌方造成困扰 每次的活动都是无宣传的空降 搞得粉丝全网找肖战 不过尽管这样肖战的粉丝也没有放弃他 一直都默默无闻的支持着他 近日许久未见的肖战在网上被爆出了一组形成图 照片当中的肖战身穿一身黑色的衣服 戴着黑色的余服帽和口罩包裹得很严实 爆料的博主并没有公开肖战的行程 但是黑子们就丝毫不客气了 对肖战的位置和触发的时间了如指掌 直接的发出了肖战的触发的图片 随后网上爆出了肖战与胡歌主演的抗议电视剧 最美逆行者之最美小区开拍了 在网上是一下子又引起了热议 不少的粉丝表示看到肖战有新的工作动态 很是开心 但是对于这个长期黑肖战的那些人 必定会想尽办法的抵制 就当事人没有出来回应传闻的时候 此部剧的导演郭靖宇就点赞了相关的内容 这让扑朔迷离的传闻一下子有了证实 而郭靖宇导演点赞的博文 总体是支持肖战 也算是与黑子们做出了正面的抗议 力挺肖战 这是肖战事件之后第一部电视剧 加上黑他的人层出不穷 一定有很大的压力 网友对于肖战的这部电视剧 给予了很重的期望 期待着肖战能够靠这部电视剧 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不管传闻是怎样的 我们还是要近代官宣 肖战的人品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前段时间去参加云线的供应活动 为当地的小米带来了很大的销量 当地的官方账号多次在动态当中提到 肖战和肖战的粉丝 肖战的正能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他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助农活动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样更正苗红的演员 不是更值得支持吗 既然有导演不顾黑子的百般阻挠 邀请肖战参演电视剧 那么必定就是看到了肖战积极相伤的一面 从事件到现在 肖战没有一点怨言 而是积极的参与到公益传播正能量 反而是那些黑子 一天的就把这个网络弄得是乌烟瘴气的 煽动网友的情绪 好在这个平台也没有做事不管 对于那些攻击国家机关 以及中央媒体的账号 就直接封好了 这也是对于这些人的智力走出的第一步 但是此次的封号和肖战没有任何关系 充满正能量的艺人真的不吸引你的视线吗 作为一个路人也应该对他有所支持 公道自在人心 不会有人因为黑子的几句话 就会对肖战的品质产生质疑 反而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肖战的优秀和努力支持肖战 期待肖战越来越好 小飞侠们为他送去一句简简单单的 加油你是最棒的吧 吃瓜不挺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